音乐 音乐 大家好,我是旅行者土豆 我们目前所在位置呢 是在尼泊尔 然后是在 珠峰南坡的一个大本营 然后后面的冰塔林 然后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珠峰南坡 大本营这边的一个风景 太震撼太漂亮了 看看这个冰塔林啊 超级超级的壮观 然后 他们的大本营就在前面那一块 然后还有几顶帐篷 没有拆 这个冰塔林太好看了 我又再一次 看到了我 从来没有看到我的景色 太美了 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南丁 视觉盛宴朋友们 真的太美了 我都没哭了 我也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 可惜这个珠峰大本营是看不到珠峰的 但已经非常美了 我第一次尝试这种被雪山包围的感觉 前面就是 就是那个冰川 然后现在就站在冰川旁边 站在雪山脚下 太漂亮了 这边的这些营地 已经撤的差不多了 有些还正在打包 这应该是最后一批了 怎么拍都是拍不够的 大本营上面的东西 然后陆续的往下撤 都该撤完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五月底 这一次EBC 让我最最佩服的夏尔巴背负 这里还有几个没有拆完的 然后我们上去看一看 一上来就看到咱们的国货之光 凯乐时太阳的标志 这边一直在打包 经过了几个大哥的云雄 看看帐篷里面什么样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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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暖和呀 这里面 很棒很不错 我我进了他们 摊登珠峰的人的帐篷 直了 虽然我可能这辈子无缘 登上珠穆朗玛峰 但是我能做一做他们的帐篷 我也觉得 哇 突然觉得好荣幸啊 太棒了 可惜我不懂英文 看看他们的小黑板上记录的是什么 是每天的日程吗 下午了开始起风了 我要准备下去了 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那个潘珠峰的帐篷 有懂孩儿的朋友吗 知道这个帐篷 价值多少 里面超暖和 我们再下去看看这边 这一排小帐篷 没有人 从哪儿进去看看呢 我知道这帐篷是干什么的 应该是放物资用的 哦 是两层哎 哇 可以啊 哇 不错不错 外面 外面是一个客厅 然后里面是睡觉的地方 真暖和他们这帐篷 刚才看凯乐石那个是我们中国登山队的 然后这边的就是那个 另外一个国家队的 我猜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看看他们这帐篷搭的 都悬起来就这样搭在这 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是这边的这个冰是被融化了 以后这就是我即将要入住的地方 谢谢各位 现在我要跟着他们牛队 然后一起下山了 他们游客基本上都下山了 就我一个人跑到这上面来了 就为了拍一下他们这个营地 回到了EBC打卡石这里 哎这个 红色的这个是不是博士服吧 就是什么学院毕业的 大红色 好羡慕呀 好羡慕呀 哇哦 酷啊 太酷了 这什么学校啊 有认识的朋友吗 所以啊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经常会谈论到的一个话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就在现在 少年加油吧 今天是下午的四点钟 我回到高乐雪 然后把我的背包背上准备下山 回到萝卜切去住 因为 这上面消费比较高 那个萝卜切的话 只要在那吃饭 他住宿就不收钱 然后饺子和那个 呃 我们的那个新队友啊 他俩今天就要下上住 走不动了 我下去住 然后能够节约一点 哎 我应该两三个小时就下去了 嗯 高乐雪下来 用了一小时五十分钟 又回到了萝卜切 现在开始起大午了 马上要六点钟了 哦 哇 那两个傻小子都不跟我走 嗯 这下面住的多舒服还便宜 今天晚上是把房间给我换到外面来 哇 这够够舒服 比昨天的那个房间好 哇 先去点个餐吃 哇 他们点炉子用汽油啊 嗯 里面是那个牛肺 这个老板太好了 让我免费充电在这 充电宝也充上正愁 那个没有电 天哪 今天晚上返回还是正确的 我太幸运了 在这吃饭还提供热毛巾啊 天哪 这是星级酒店的服务啊 真的强推这一家 强推楼不切这一家 哇 太好了 刚好洗个脸 热热的 今天晚上继续吃他的咖喱鸡饭 特别好吃 呃 但是就一千一个嘛 呃 55块钱 但是他的服务态度真的 太棒了 也 这个饭也特别特别好吃 明天早上呢 可以稍稍的睡个懒觉了啊 我要在这里呢 等那个 饺子 还有我们的新队友来自陕西蔚南的小伙子 他们明天上午下来吧 应该明天十点左右就能够到楼不切跟我会合 然后后面我们三个在一起走 啊 睡觉吧 今天来来回回也有 我也走了十八公里 对 十八九公里的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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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